就在中央事项署针对花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后 台九丁县河中路段发生持续性强降雨 导致台九丁县61.3K处发生了土石流造成双向阻断 河人车站到崇德车站间铁轨被土石流掩埋 一路树林往支本的426次3000列车 在隧道里无预警的停车 在隧道里预警性停车 目前北回线暂时不通 花林火车站也挤满了旅客 东线部分列车时间也因此进行调整 预计要晚间8点才能抢通 强降雨造成台九丁县61.3K 以及苏花公路160.70 好难安从心 怎么那么多数字饶舌 强降雨造成台九丁县61.3K 以及苏花公路160.71公里处发生土石流崩塌的状况 造成交通中断 目前公路单位正在调派机具来准备清理当中 目前警方也紧急性封闭 河中盗河人路段 也警民众注意相关资讯 记者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 记者刘明胜 记者综合报道 记者刘明胜 新诚乡采访报道 记者刘明胜